大家好,欢迎来到奥兄弟国,我是吴迪 今天继续介绍用死狗球流来打资源 来看一下我之前打的两盘死狗球流 之前打的两盘都是有死狗球流打的 基本上都是推平了九本三星 用吊四六打的就没有推平 但死狗球的话打资源还是不错的 一旦死狗球一定要找资源多了打 不然的话就不可算认为成本比较高 看看我的防守日记 防守日记基本上没有被打到过十万以上的 基本上就是来偷本的 基本上没有一个是来打我打资源 基本上都是偷本 都是只有打到退了本之后就走的 所以说资源都守住了 因为很多人过来基本上偷了本 就走了偷了本就走了 好 来看一下我打的视频 好 死狗球推平满方九本三星 好 老规矩 第一步先下石头 炸弹能炸开 可惜炸弹能没炸成 因为被那个电塔给灭了 好 一边一个法师 女王在中间 好 女王开始打弓箭塔 下国王 下国王的时候出现点意外 国王跑过去打旁边的建筑了 没有冲进去打防御建筑 没关系 女王一个人打 呃 继续打那些防御建筑 我的目的是打掉一个防空导弹就可以了 因为先对面的女王呃 不在 所以说只要打掉一个防空导弹 就是任务完成了 好 女王继续射 好 一个防空导弹打掉了 开始要下天狗了 好 六点钟方向开始先下一个天狗之后 呃 一个防御两个气球的原则 一个防御两个气球 我在四点钟方向又下了一个天狗 因为这里很多的防御都在打之前下了天狗 天狗是顶不住很久的 所以说一定要再补一个天狗 好 两点钟方向也下了个天狗 两个气球一个防御的原则 下狂暴 好 在中间下一个狂暴 第三个狂暴下去 好的 在狂暴下的气球行进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好 气球冲出了狂暴圈 一点钟方向一堆气球去打的弓箭塔 哎呀哎呀哎呀没灭成没关系 在九点钟方向还有很大一堆气球 所以说剩下的一个弓箭塔是 灭这个弓箭塔是没有问题的 好 弓箭塔开始射气球 射掉一个 好 气球一个弹道 弓箭塔给灭了 好 现在就是等待三星的结派了 好 开始 现在小狗都在开始采集金库的资源 打平时打资源的话我基本上都不会放出自己的增援兵 因为根本就没有必要 打不落战的话我会要有两要一个石头 这样的话两个石头打 打的话时间会有些 哎呀 还有八秒 能不能三星能不能三星就靠一只小狗了 就靠一只五秒四秒三秒两秒 成功啊 三星了对面满方九本 好 配置来看一下一个石头三个炸弹了两个法师双亡 三天狗 十六气球 几个屌丝 三个狂暴药水 因为这里他没有增援 如果有增援的话一般我会用一个闪电直接去批 好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视频 现在部落加进来的还要做广告的大家千万不要上当有些广告都是骗人的所以说你看又进来做广告好看可惜一开始对面女王没面不过还是三星的对手我们来看一下 下石头 目的是灭防空和女王 親突然 炸弹蜡王 炸开城镣面 后面法师清边 女王在中间 好 下国王 国王还是跑偏了 没关系 我的目的是灭女王和防空导弹 哎呀 一个弓箭塔已经开始射我女王了 不行了 要马上开启女王技能了 不然女王会被射死 即使女王怎么还不打对面女王 好 开始打防空导弹 还没打对面女王 这下完了 对面的女王灭不了了 我的女王马上要被弓箭塔射挂了 女王挂了 没办法了 现在只能靠狗球流来 灭对面女王了 好 下天狗 一个防御两个气球的原则 再下天狗 一个防御两个气球 那个狂暴不用急着下 因为天狗还能顶一段时间 好 下狂暴 好 小狗 疯狂 三个狂暴 第三个狂暴是下在中间的地方 因为气球要去打中间的核心部位的防御 好 冲过去 还有一个天狗没封裂 女王开始射我的气球 女王的攻击力还是很强的 两两剑就是能射掉一个气球 一开始以为不能三星这对手了 因为女王如果射气球的话 没有气球的话就灭不了对面的女王了 还好最后女王开始射天狗 还有一个天狗没分裂 好一个弹道 女王被砸死 好最后还是三星了这个九本 他的黑有很多2641很有水和金的话也是双基本上双25万的金 所以说用狗球流打资源还是不错的 又能冲杯又能打资源 好三星了对手 配置是一样的 好谢谢大家的收看 有兴趣加入我们奥匈帝国的朋友可以进来 我们互相可以讨论狗球流的使用 好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